英國首相約翰遜對赫布爾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襲擊 表示譴責 他表示 英國國會將撤離行動 堅持到最後一刻 但過了最後限期後 再不得不由塔利班來決定 約翰遜表示 七國集團G7將會啟動一切政治 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影響力 鼓勵新的塔利班當局這樣做 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認 阿富汗局勢已經嚴重惡化 馬克龍表示 目前法國駐阿富汗大使 外交人員 特種部隊人員 以及部分法國公民 已經抵達機場 等待離開阿富汗 德國國防部當日確認 沒有德國士兵在襲擊中受傷 最後一架德國的撤離班機 已經將所有德國的士兵 和外交人員帶來了赫布爾 德國外長馬斯隨後宣布 協助撤離的軍事行動提前結束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則承諾 會繼續向塔利班施壓 撤離更多庭文 8月份以來 加拿大已經出動了17架飛機 從阿富汗撤離超過3,700人 在那邊 摩擦下 多庭文 戶吼 向阿富汗撤離